話說Teamnet展之前推出過一個優惠 貧窟票可以在出口換取內雪的茶瓶莊茶一枝 不過上次西多士和廢星章魚一起去的時候 這個優惠已經完結了 我們就覺得好不服氣 所以就決定去旁邊的商場自己銀河包來喝 其實內雪的茶和喜茶一樣 都是近期突然火爆的網紅店 2015年年底才是深圳開業 主打喝茶和吃麵包的配搭 Slogan是一杯好茶一口軟勾包 每間分店除了賣茶之外 還會賣一個個給你發面重要大的麵包 之前看過有些報導訪問內雪的茶的創辦人 他說開這間店的原因是因為以前在大陸 如果幾個朋友想坐下喝杯東西 就只能去類似Starbust之類的coffee shop 但是他覺得 咖啡始終都是來老夜 中國人始終都是喜歡喝茶 所以就紋身了要開一間餐廳 可以讓人坐在這裡慢慢享受茶的概念 而這個概念不單止令到內雪的茶成為了網紅店 更加令到他在今年年初被投資公司注資一億人 既然這間店那麼火爆 那麼多人稱讚他的茶好喝 麵包好吃 我們那天於是再點了三杯飲料和兩個麵包 來試一試究竟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 飲料我們點了他的王牌霸氣橙子 期間限定的產品霸氣車離子 以及很多女生都喜歡點的霸氣牛奶草莓 另外提提大家 內雪的茶的飲品是不可以選甜度 只可以選走不走兵 先講講霸氣橙子 根據內雪的茶的介紹 霸氣橙子是用了綠茶之中的無尖茶來做茶底 西多士雖然不是太會喝茶 不過都喝得出這個茶底 是比平時我們喝的綠茶香一點 而且是比較甘甜一點 所以我就覺得單售茶底而言 這杯東西其實挺高分的 不過敗筆位就是在橙和橙汁上 剛才有提到內雪的茶其實是不讓人選擇甜度 所以對於喝半糖的我來說 這杯東西其實是偏甜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我吃過飲面的橙肉 覺得很酸 而且沒什麼橙味 不過問題就來了 如果橙肉沒什麼橙味的話 杯東西的橙味在哪裡來呢 按照常理來推斷應該就是靠橙汁 不過我懷疑橙汁不是純正的鮮炸橙汁 因為西多士我喝過這杯東西三次 有時喝喝會覺得那種橙味好假 以及跟茶的味道不合不來 不過整體來說這杯東西算是好喝的 特別是跟期間限定的霸氣車梨子比較 因為那杯東西我們三個人都覺得是一個服 其實這杯茶的茶底本身不差 都挺香 不過糟糕在它不夠甜 而且茶味完全蓋過了車梨子的味道 而我朋友不喜歡這杯的最大原因 是這杯是由圓粒車梨子炸汁二成 所以喝喝經常會擠到粒滑上來 我朋友就說差點給他近死 因為我們三個人都覺得 水果茶應該要甜的才好喝 所以就覺得這杯好不OK 相對而言 我們就覺得巴希牛奶草莓是三杯之中最好喝 章魚就覺得它的奶蓋沒有外面的奶蓋那麼鹹 但我就覺得它的茶味淡了一點 另外我個人認為 內雪的茶在幫野飲改名之前 應該有出過post問過一些高登仔 因為它絕大部分野飲的名字裡面都有霸氣兩個字 說完野飲就輪到說說它的麵包 內雪的茶的麵包總共有十幾款 大約是十幾二十元人仔一個 和香港的價格差不多 如果你想不到吃哪款好的話 有些分店還會放一兩款在麵包櫃旁給你試吃 正如剛才所說它的麵包絕大部分都是大過你的臉 不過你在卡塔克付完錢之後 你就可以拿個麵包給站在麵包櫃旁邊的staff 他就會幫你把麵包切成小塊 我們就叫了它的王牌超級榴槤王和期間限定的車離子甲心 好坦白說它的麵包不是特別軟熟 章魚就覺得像鬆身一點的麻薯波 而我就覺得沒什麼小麵的味道比較淡口 不過它的超級榴槤王的榴槤餡 又真是挺香榴槤味 而且連同吃的甜度就剛剛好 而車離子甲心的cream就比較淡口一點 不過就沒什麼車離子味 總括來說如果你是喜歡喝茶的話 內雪的茶應該會是挺適合你的 我甚至覺得 內雪的茶的茶底是好喝過喜茶的茶底 但是如果你好像西多士我這樣 對茶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你可能會覺得內雪的茶的飲料 味道只是一般般 而內雪的茶的麵包 我覺得香港人就不用特別去試了 我甚至覺得 它只是達到香港普通麵包的水準 所以正如我上次預告都有提及過 內雪的茶雖則作為一間網紅店 但我覺得它的味道真是一般 其實近兩三年大陸突然冒起了很多類似內雪的茶 可以讓人坐下來一邊慢慢探茶一邊吃包的餐廳 因為坐在這裡一邊探茶一邊吃包的感覺真的很舒服 我們經常聽人說要慢活慢活 究竟我們有多少人真的可以做到 找一個下午坐在一間餐廳 慢慢在這裡探茶 慢慢在這裡吃包呢 究竟在香港這個生活這麼急速的社會 有沒有可能做到這件事呢 歡迎大家在留言發表你的意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